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念头一出 李胜心头便仿佛长出了两根刺 心不在焉的硬李胜 李胜低着头走到周匪面前 没去看他 只盯着那可怖的尸体看了片刻 心里忽然想到 我不回去了 以后要是没有做出一点让姑姑看得上的功绩 我就不回去了 他一心二用 一边安放自己不甘的抱负 一边撩起那尸体的裤腿 周匪忽然道 这人腿好粗啊 李胜这才收回自己无处着落的目光低头看去 见此人 一双腿长得十分起义 小腿骨比寻常人粗了一倍有余 泛着一层石头式的光泽 光拿眼睛看都知道 这腿能有多硬 幸亏周匪的刀块 没给他流逝出腿弓的余地 不然 以他那一个瓶子底的内功 真被扫上一下 绝讨不到好趣 这时 邓真等弟子先后到了 王老夫人摩缩着他的拐杖 若有所思的半垂着眼 然后问道 要跑了的吗 邓真是老江湖了 自然知道轻重 硬道 不曾 有几个望风的想跑 都捉回来了 连人代码一个不少 全留下了 弟子点个数 师娘放心 收拾干净 阿斐 去把婆婆的钗子取回来 我们连夜走 他暂待一寨之主日久 众弟子早就习惯了 听从他发号实力 立刻齐声应试 各自散去 不到片刻功夫 便训练有素的 完成了一连串的毁尸灭迹 村里的尸首 血迹 凌落的冰刃 包括他们这一行人留下的痕迹 转眼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要村民自己不说漏嘴 就算有人来追查 也什么都找不出来 周匪看得目瞪口呆 早前 单知道萧香派剑法毒辣 善用暗器 不料还有这等家学 毁尸灭迹 是一门戏之货 他默默地在旁边跟着学了不少 见他们收拾得差不多了 才跑到小河边 拔脸洗干净 又见李正娘子 给他披的外衣 也是星星点点地沾了不少血迹 便干脆扒下来 打算顺手搓凉把 这时邓真牵过马来 对周匪一点头 师妹 咱们该走吧 一星人连夜离开了 这饱受蹂躏的小村子 赶路离去 王老夫人眼下 对霍家补一律重重 不敢信任 但寻子心切 也没心情 节外生枝的去查他们 便干脆带人直接绕开了岳阳城 一路往洞庭去了 失踪的弟子们 带着吴将军家眷 再怎么低调 也必定会有些生死 大不了顺路在沿途的客栈挨个打听 这么临时一绕路 便是连这两天都得夜宿交外 好在弟子们风餐露宿惯了 都不交气 轮流守夜 第二天后半夜 正好轮到李盛守夜 李盛自从那天夜里 看见周匪的破雪刀 就跟魔争了似的 没日没夜的惦记着要出走 尤其王老夫人决定 绕开霍家补之后 我之所以随心 就是为了到霍家宝收话方便 偏偏如今又改了道 那更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这念头在他心里 起起落落了两天两夜 此时终于天时地利 人和俱全 李盛留了一封信 夹在他平时总带在身上的贤书里 趁着快要破晓 人马困乏的时候 深吸一口气 回头看了一眼马车的方向心道 周匪 我未必比不上 随后他便头也不回地跑了 周匪这天夜里 守前半夜 直到后半夜换了李盛 他回车里 还是有点睡不着 那乡李盛 惦记着要去浪迹天涯 周匪却忽然很想回家 可能是远乡尽臭 在家的时候 他娘叫住他说几句话 他的头皮发紧 跟娘一点都不亲 自从周一堂走后 他就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下山去金陵找爹 但等到真下了山 才没多少日子 周匪忽然有点想念他娘了 周匪翻来覆去良久 感觉自己好像吵了王老夫人 便一个人悄悄下了车 在附近溜达 谁知刚溜了一圈回来 正看见一个人背着行囊骑马走了 周匪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追了上去 追出一段 他才发现 这不告而别的人 居然是李盛 忙在后面叫他 李盛 你干什么去 不料他不出声还好 李盛闻声回头看了他一眼 神色复杂难辨 姐目光一沉 狠狠一甲马腹 那本来在小步慢跑的马 输得加速 追风式地冲了出去 隐约间好像听见李盛喊了一声 什么人 之后便再没有了声息 周匪赶到的时候 只见被李盛骑走的马 茫然地在原地打转 他一双短剑中的一把 横在地上 人却不见了 树上和地面上 留下的打斗痕迹不多 对方如果不是武功齐高 便必然是突然偷袭 攻其不备 周匪正站在下风口 忽然 风中隐约传来一点声息 他没听太真气 然而瞬间遵从了自己的直觉 侧身闪进旁边的树丛中 片刻后只见两个蒙灭人 飞身而至 其中一个骂骂咧咧道 我要的是马不是人 捉个小崽子 能值几个钱 幸亏这马还没跑 不然 那一闯村子的强盗 也是开口就是要马 那两人牵了马 很快离开 周匪心里寻思 这会儿 再要回去找王老夫人 恐怕得耽搁不少功夫 一来一往 这伙人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他初初领会了破血刀之威 自下山以来就一路顺畅 没有遇到过像样的对手 多少有几分有恃无恐 便当机立断 独自追了过去 幸亏那两个蒙灭人 大约是觉得 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万无一失 颇为麻痹大意 走得不快 沿途数目从生 他们一路又逆风而行 对周匪来说 可谓天时地利俱全 虽然有点吃力 但好歹是跟上了 那两个蒙灭人进了山间小路 左穿右钻 本来就迷了路的周匪 越发晕头转向 走迷宫似的 不知走了多久 他骤然听见人声 抬头一看 吓了一跳 这一片荒郊野岭里 竟然凭空有一座寨子 往来不少耿哨 亮着灵星的灯火 周匪顿时有点傻眼 他本以为 这是一帮藏头漏尾的抢马贼 不定是拿半马锁还是蒙汉药 放倒了麻痹大意的李盛 肯定没什么了不起的 真了不起的人 能干出拦路打劫抢马的事吗 能看上李盛那破人 和他骑的破马吗 这些蒙面人 抓人抢马 还在群山腹地里 建了一座声势浩大的黑牢 到底是要干什么 周匪越琢磨 越觉得诡异 汉毛竖起一片 他谨慎了起来 寻思着是不是应该现在周围转一转 熟悉一番地形在做打算 他还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 山间风向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变了 两侧的石头逼着风声呜呜作响 正在港哨交接的一个蒙面人 不知怎么手一松 被他盗走的马 仰博一声长啸 居然脱江而走 周围几个人立刻呼喝着去逮 马有点惊了 大声嘶叫着奋力冲撞出来 慌不择路 直奔周匪藏身的地方来了 周匪有个不为人知的喜好 爱给小动物喂吃的 山间长得好看的鸟 别的寨的师兄们养的猫狗 还有一路跟着他们走的马 他没事都喂过 现在身上还装了一把豆子 李胜这匹纯马 可能是顺着风 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 本能地向熟人求救 文准狠的就把熟人给坑了 朱匪情之躲不过去 一咬牙心想 我干脆先下手里讲嘛 他一把抽出腰间窄背长刀 猛的拔底而起 从马身上一鱼而过 一悬身长刀亮出 当空连出三刀 头一个追着马跑来的人 手当其冲 狼狈的左躲右闪 生生被他刮了一刀 那人哑声惨叫一声胸前的血 剑其牢高 不知是死是活 第二个人很快冲到面前 未动兵刃一脚先扫了过来 周匪只听呜一声 感觉那扫过来的仿佛不是一条人腿 而是一根坚硬的铁棍 他纵身一跃躲开 见地上竟被扫出了一圈 一掌深的坑 他这一退 五六个人轻刻间包抄过来 各个功夫都不弱 周匪挨个交了一圈手 手腕被震得生疼 直到再这样打下去 恐怕他不是刀断 就是手断 周匪情急之下 被逼得超水平发挥 居然使出一招破血刀中的第三势 风 就在他差点跑了的时候 周匪无意中一抬头 只见高出的岗哨上 架起了一排大功 已经张开了弦 等着他了 只要他胆敢往外一跑 立刻能免费长出一身道刺 一瞬间 周匪心里转过了好几个念头 他突然吹了一声长哨 方才那批乱冲乱撞的马文声 没头没脑的又跑了回来 撂着卷子冲进了包围圈 周匪趁乱从两个人中间硬钻了出去 同时回手 摸出身上的一把豆子 这 黑灯瞎火中 那几个人还以为他扔了一把什么暗器 纷纷四散躲开 周匪飞身 窜上马背 一把揪着缰绳 强行将那撒着花 要去找豆子吃的纯马拽了回来 狠狠的一甲马腹 不出反进 往里冲了进去 就在狂奔的马经过一个背光处的时候 山壁间一条窄缝落入周匪的眼里 那缝隙极窄极深 只有小孩子和非常纤细的少女才能钻进去 周匪靠在石壁上 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方才的惊心动魄 忍不住 重重的吐了口气 都想象不出自己是怎么逃到这里的 周匪感觉到 山石缝隙中 隐隐有风从他身边掠过 那一头想必是通着的 不是死路 等外面人生稍微远一点了 他便试着往里走去 里面通道变得更窄了 连周匪都觉得略微提气 才能勉强通过 他一边往里挤 一边在心里盘算着 该怎么去寻找李盛 想到正入神 脚下忽然一空 沙土泥湿 稀里哗啦的滚了一身 周匪好不回头土脸 幸亏他反应奇怪 落地时用长刀一撑 好歹稳住了 没有摔个五体投地 原来那窄缝下面 竟然有一个石洞 不知是天然的 还是什么人槽的 上面盖着的沙土 只是惊音日久浮的灰 自然撑不住人的重量 摔下来的时候 他用手护着头脸 手背在石头上擦了一下 擦掉了一层皮 火辣辣的 周匪一边小心翼翼地 在黑须须的石洞里探路 一边舔着伤口 这石洞不大 周匪大致在里面摸了一圈 什么都没摸到 反而有点放心 看来不是什么人挖的迷失 短时间内还是安全的 外面天大概已经快亮了 破晓后暗淡的光线 逐渐露下来了一点 青天白日里 不便在敌人的地盘上乱闯 周匪除了等 一时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他便寻了个角落坐下来 闭上眼睛 养精蓄锐 就在他刚刚从这一晚上的惊心洞魄里 安定下神来的时候 耳畔突然传来了一颗小石子落地的声音 然后是一声口哨 饶视周匪整个人就是一颗行走的胆 也差点给吓破了 他机灵一下 一跃而起 没得一回头 外面天大概已经完全亮了 山洞中虽然昏暖 却也足够看清东西了 只见一侧的山壁上 有一个巴掌大的小窟窿 一个形容颇为狼狈的男子 正在隔壁透过那小窟窿往这边看 这鬼地方居然还有方林 下一刻 他便听那人小声道 这鬼地方竟然也有方林 今日福星高涨 必有好事发生 美人 你好呀 这家伙一开口就跟个登徒子似的 周匪握紧了窄被刀 盘算着 倘若他从那窟窿里一刀把对面的人捅死 会不会惊动这里的蒙面道 美人 你胆子真大 那人用眼神示意他 你看那看那 看那脚底下有什么 周匪低头一看 只见他旁边赫然是一具白骨 方才黑须须的他也没注意 跟白骨肩并肩的做到了天亮 窟窿那头的人又说道 不瞒你说啊 我跟这位老兄已经大眼瞪小眼两个多月了 我看此人啊 生前恐怕是个老头子 说不定还没有骨头 又看头了 别看他了 你看看我呗 周匪忽略了他的废话 直奔主题的问道 两个多月 你是被关在这里两个多月了吗 他头一次碰见心态这么好的囚徒 隐隐觉得这人有些熟悉的亲切感 便又不那么想捅死他了 问道 这里主人是谁 为什么抓你们 他要干什么 那囚徒伸了个懒腰 漫不经心的问道 夜里我听见有人大张旗鼓的喊叫 想必是在捉你吧 既然你与他们动过手了 难不成 看不出他们的失诚 周匪想起那铁棍式的一腿横扫 脱口头 难不成真是货家骨吗 囚徒没答话 兴致冲冲的冲他说道 抬头看 你左边有一丝光露了下来 往那边走走好吗 我整天呀 跟一句白骨大眼瞪小眼的 哎呦我可苦闷得很呀 好不容易来了个漂亮小姑娘 快给我洗洗眼睛吧 漂亮小姑娘几个字一出 周匪神色一动 恍然发现了这熟悉感来自何处 他借着石洞里的微光 仔仔细细的隔着巴掌大的小窟窿 将对面的囚徒打亮了一番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是不是姓谢 叫 送信那货叫什么来着 时隔三年 周匪有点记不清了 他舌尖打了个磕板说道 那个没呗 这位十分自得其乐的囚徒听了一呆 借着灰暗的光打亮了周匪般上 忽然啊了一声 你不会是四十八寨里那个小丫头吧 叫周 周匪 听他自爆家门 方才还废话如潮的隔壁沉默了 调戏到熟人头上 那位大概也有点尴尬 两个人在这诡异的环境里 各自无言的片刻 随后周匪见他的方林 往后退了一点 清了清嗓子 稍微正字了一些说道 谢梅梅是当初逗你玩的 我叫谢允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周匪心说 我们下山办点事 这伙人抓了我哥 怎么每次我见你 你看你那倒霉兄长都能探上点事 周匪正要说什么 忽然耳朵一动 飞声掠入墙角 与此同时 谢允抬手将那小空笼 用石头堵上了 视线被挡住 声音却还传得过来 似乎有什么铁质的东西 磕在了石头上 过了一会儿 谢允把石头拆了下来 冲周匪挥挥手说道 没事 送饭的来了 你饿不饿 周匪上窜下跳了一整宿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但又不太好意思 大大咧咧地跟人要东西吃 于是顿了一下 每晚地说道 还好 结果谢允那奇葩地说道 你要是不喝 那我就先吃了 要是也饿 我就挡上点再吃 周匪缓缓摩缩着自己的刀饼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不用客气 自辩 谢允还真就自辩了 他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口 嚼了两下 稷儿还是拿起小石块 把那柱窟窿堵上了 说道 还是怪不好意思的 那要不我打着点吧 以后有机会 我请你上金陵最好的酒楼 自从南迁以后 天下十分美味 五分都到了金陵了 今天这段啊 我就不方便招待你了 这里边夹了料了 什么 温柔散听过吗 想你也没听 都是邪魔外道们不入流的手段 蒙汉药的一种 专门放倒马的 英雄好汉们不能以寻常蒙汉药对付 用这种药马的正好 一碗饭下去 半天起不来 内外功夫更不必说了 那你怎么还吃 因为本人既不是骆驼也不是王八 吃一碗半天起不来 不吃就永远都起不来了 周匪一身刀饼 把挡在两间石洞中间的小石块捅了下来 对那一口一口的吃蒙汉药的谢云道 那谢公子 咱们虽然萍水相逢 但每次都显向还生了呀 也算半个生死之交了 你就叫生大哥吧 谢云总觉得 他还是三年前那个小女孩 跟大姑娘胡说八道是风流 可是面对小女孩 他便忍不住正经了一点 虽然也只是一点 但多少有点人样子了 周匪问道 方才我问你此地主人 你绕开没回答 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谢云略微点了一下头 此事要从两个多月之前说起了 霍老爷子今年七十大寿 广妖亲朋故旧 他早年凭着霍家腿法独步天下 为人忠肝义胆 又乐善好施 交友很广的 好多人落魄的时候 都跟他打过秋风 所以这帖子一发 大家自然都来捧场 这事你大概不知道吧 周匪去世没有听说过 谢云接着说道 我猜他们也未必敢给四十八寨发帖 万一真把李大当家招来 可就不好收场了 我是跟着雇主去的 到了一看 便寻不到你们四十八寨的人 连贺礼都没见有人送来 当然就觉得不对了 只可惜 我那人傻钱多的雇主 他不听我的 我又不好丢下他们先走 只好一起蹲了黑牢 你见他祸不住了 见了 谢云蹲了蹲 又到 但是已经傻了 据说是几年前胜利场大病 之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到现在时时刻刻得有人在旁边照顾 话也说不清楚 像幼儿一样 想当年 人家也是绝代的人物 叫人看了 心里着实难过 自从霍老爷子不能过问事物以后 霍家补便是他弟弟霍连涛说了算了 霍连涛这个人 你以后见了 最好躲远一点 我看他长得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 恐怕心术不正 霍连涛野心勃勃 以其兄长的名义 把一大帮人聚来 当然不是为了给他傻哥哥过生日 他是想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递结盟约 组成势力 自立为王 对外 他们说是要再造一个四十八寨 然后把不同意的都关起来 这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谢允摇摇头说道 虽然好像就是那么回事 但又不完全像你想的那样 这话说起来 那就更长了 三年前 甘堂先生出山 周肥猛的听见他爹的消息 立刻站直了 他将那梁少 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势力接过来 以一己之力 压下南朝中蠢蠢欲动的蠢货 静待折服 而伟帝并重的消息 搅得南北内外沸沸扬扬 当时比现在还乱 有的人扯上一面大旗 在山脚下撒泡尿 就敢当自己站了一个山头 英雄狗熊啊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被曹伟帝挨个儿掉出来 险些一网打尽啊 幸亏有你爹 黄雀在后 将计究计 在钟南山 围困伟帝 坐下大将 斩北斗连针 头挂在城楼上三天 重创北朝啊 周肥连大气都没看出 那一战 伟帝元气大伤 陷入动荡的各大门派 也都未能独善其身 侠以午饭进 你爹大约也有些 故意的成分在里头 此后啊 武林中很大一部分 门派与世家 都成了一盘散沙 世道确实安生了不少 但分酒必合 洞庭一带以霍家补为首 很多人谋求抱团成事 已经不短时间 霍家请的人 大多与之志同道合 只有少数人是阴差阳错 不明就里的 或者碍于面子 不得不敷衍 不过这么掉价的事啊 不一定是霍家人做的 否则他们脸都蒙上了 却还要使霍家腿 这岂不是脱了裤子那什么吗 洞庭一带的江湖人 大多归附了霍家补 这其中鱼龙混杂 有一些 邪魔外道 周匪脱口说出 方才学会的心词 一些不大体面的江湖朋友 谢允十分客气地纠正闹 当时霍家补一再挽留我们 一天三次 对我们小之一力 动之一情 可惜我们这些人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人家最后没强逼 好言好语地送我们走了 谁知刚离开霍家补 就被人暗中偷袭 一股脑地扣押在这里 只要我们答应 在洞庭会蒙化压 便放我出去 周匪想起荒村里 那个刀下鬼 心里的疑惑 一闪而过 腿法可以装甲 那么粗的大火腿 也是一朝一夕 能憋出来的吗 他越想越不明白 整个江湖的云厥波轨 在他面前才露出冰山一角 周匪已经觉得应付不来了 他随口说道 那就话呗 出去再说 谢云看了他一眼 妹子啊 你听我的 回去找你家长辈 地上败铁道霍家补 就说丢了个人 请霍家补帮忙寻找 你刚才不是说这黑狼 不是霍家补的收益 水之轻则无鱼 谢云往石洞山壁上一靠 懒洋洋地说道 你这不懂道理的小鬼啊 非得逼我说什么大实话呀 周匪三言两语间 就从每人降格成了小鬼 他虽然头一次下山 十分不安事事 却有点一点就透的敏锐 立刻听懂了谢云的言外之意 霍家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不定还有正牌子直牵涉其中 邪魔外道也邪魔外道的用场 万一弄出点什么事了 把这些不体面的朋友往外一推 顶刚就行